11月中旬,成都天府新区织玉斋书画工作室内,萧婉容正为一副工笔和花上色 眼前这位温婉的台湾姑娘五年前是台湾一位口译员,如今是成都小有名气的书画家 萧婉容今年31岁,台湾高雄人,自有学习传统书画 她与四川的缘分始于2010年,她在两岸文化交流活动中结识了一位四川书画家并成为其弟子 2016年,萧婉容来到了成都 萧婉容说,她是实战派,要看古人看过的书,则古人走过的路 亲眼看到悲客和真迹,亲身感受文化脉络 主要大陆这边有很多遗迹啊,磨牙啊,悲客这些的 就是说在台湾看的话,可能就只有从书中获取知识嘛 就是说还是希望能够到处走一走,就博物馆啊,美术馆这些的 并且各地的这种风格跟美学其实不大一样 就它偏好的这些不一样 那这些都是你积取能量的一个部分 萧婉容说,刚来成都那两年,她前往大陆多地寻碑问帖 尤其是西安碑林,山东泰山,在一路拜访观摩的同时 萧婉容还参观了很多人文古迹和历史工程 其中,在河南省林县看到红旗渠时,她深受震撼和触动 前辈们艰苦创业自强不息的精神一直鼓舞着她 当地就是很缺水嘛,然后这个书记就提出这种破天荒的要求 就说我们要来造个水库嘛,我10年挖不出来,我20年挖,我就是要把它挖出来 我就是要把水银过来,有这些前辈就是做这么好的楷模 然后其实这些我们在台湾是接受不到的 这些是多好的一些值得我们学习的地方 平日里,萧婉容喜欢静心超精,对红体书法研习颇深 也善愿派重彩工笔花鸟 萧婉容告诉记者,她觉得大陆书画界强调创新,能够开阔眼界 同时,也有鼓励台湾的书画界朋友想到大陆定居 在台湾的时候,你专注的就是比较小间精致路线的 那在大陆的这个,它是强调创新 然后强调这个,比如说,就是各种形式拼接啊,拼贴什么的 就是它的想法比较开阔 你就必须要去学习很多元素 就是说你不仅仅是你自己个人 然后你要怎么样展现 或者是这个全方位的一个素质的能力就提升就很重要 如今,萧婉容已来成都五年 她早已适应这里的生活 远离家乡来到成都,萧婉容说 让她感受到温暖最多的就是大陆的朋友 特别是遇到伤病时 朋友们寄予的帮助和关心 让她感受到家人般的温暖 回想起有次受伤后,受到朋友暖心的照顾 萧婉容没有抑制住感动的泪水 就是你没有家人在上面说吧,就是靠朋友 你必须就是有真的,真诚对待你的朋友 就像你的就是家人啊,兄弟姐妹这样 我自己拿书,然后划了一跤 然后就撞了,肋骨断了,知道吧 她来,她就说你不要动,她还带了她朋友 你不要动,她把我整个家 就工作室,整个家全部 除了卧室外啊,全部给我打扫干净 然后她弄一弄,她就说 你躺着躺着休息这样 然后就回去了这样 然后我搬家,她也是来帮帮我 她把她就是家人都喊来 然后我一个人搬家,那么多人帮我 我从来就走来 然后在哪里 来看看 不少人帮我 我以为我让你来帮她 感谢观看